有绿能公司惨遭勒索 园林检警接获的检举 日前上街头抗议的民众 居然是绿能蟑螂 他们假冒成维护环境的养殖业者 以环保或是回馈地方的理由 向四间绿能公司所讨了上百万元 只要拿不到钱 就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来抗议 阻止业者送件 经过了检警调查 将这个四名嫌犯是依法送办 一群人拉白布条上街头抗议 拒绝不良厂商来破坏林里的环境 自身是养殖业者 曾经男子振振有词 强调一切都是捍卫环境保护 要求业者停工 但这些抗议民众遭到举报 通通都是假的 检警长时间搜证 发现以曾经男子为首 通通都是绿能蟑螂 居然用环保和回馈地方为理由 要求上百万的回馈金 如果不给就上街抗议 乱指控绿能设施污染土地 甚至去检举或是阻挡送件 逼迫绿能公司勒索财务 或是要求承包工程 根据绿能公司给的情资 检警大动作搜索云林台南和台西 成功扑获这个犯罪集团 事后还查出集团成员 和统助长张安乐往来密切 负讯后分别以五十万到十万元 不等交保 其中一名黄信嫌犯 则是限制住居 所幸之情都还没有业职 有财务损失 结果正义云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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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